今次介紹的單位 在這個有19年樓齡的居屋屋院裏面 不過居住久了就自然多雜物 屋主決定要來個大翻身 變身之後就變成了這樣的樣子 是不是認不到了呢 本身這個單位是480呎 本身屋主最大的要求就是想實用 全部東西都想收入在櫃裏面 亦都想在空間方面著手 想空間大些 這個大電視櫃亦都預留了一個玻璃式墨櫃 用來展示女戶主的牛奶妹珍藏 其實整個客飯廳最鼓勵不到的儲物空間 原來是這裏 而我身後的一組組合櫃 它其實除了容納了一張餐桌之外 亦都是一個超大型的儲物櫃 亦都放好了很多例如行李箱 一些防潮箱 以及一些很大型的雜物 例如吸塵機 一些很多淋淋淋淋的雜物都收在裏面 嘩!旁邊還有儲物格 由於單位的樓底不算高 所以就放棄了用燈槽 而選擇用盒仔燈 因為單位近海比較潮濕 所以選用了防潮力比較好的藝術漆和木紋地磚 其實整個單位間隔上最大改動是廁所和廚房 原先我們就把廚房的洗衣機放在洗手間 但原則的洗手間因為太大 亦都不好擺 亦都不理官 我們就把洗手間一分為二 全屋最玩東西的原來是廁所位 其中有一幅牆身 我們特意用了一隻 是一個法國漫畫家畫的一幅漫畫 就放在磚上面的一幅磚 做了一個特色牆 而我們特意將門口 就用了一隻摺的門 就令到在廳裡的時候 看上鏡櫃反射去那個磚 可以看得更加大幅 由於女主人希望添置一個大焗爐和大雪� 裝修後的廚房就是這樣 為了方便清潔 廚櫃用了阿吉利膠面的米蘭板板材 而牆身就用了令面的雲石紋磚 感覺高貴之餘亦都容易打理 而石英石的星盤 亦都比一般的不鏽鋼星盤 內容又不易刮花 至於這間很有少女味的女女房 原來也都暗藏了不少收納空間 本身女兒都比較多書 我們特意將極大量的書 這張書就收納了在一些櫃裏面 而櫃方面其實選用了一種雙層式的設計 就是打開了之後 它還可以後面再放多一層 本身女房這個範圍的面積不算太大 我們將桌子特意收細了 深度 變了因為女兒在工作的時候 那個桌面不夠深的話 它亦都可以拉多一張桌面出來 做一個extend的桌面 給它用 我們在桌子的旁邊 就偷了一個空格 就讓女兒可以放一些文具 或者放一些檔案 而在那個空格的旁邊 就做了一個燙鏡 可以令到女兒可以一桌兩用 在桌子的背部就做了一個揭板 就亦都可以偷了一個空格 就讓它用來放一個拖板在裡面 至於主人房 除了大衣櫃和床頭櫃 亦都有大量的儲物地台